台灣人吃好吃買 43%的民眾體重過重 已經成為亞洲最胖國家 男性每兩人有一人 女性每三人有一人 兒童每四人有一人過度肥胖 世界衛生組織在兩年前 他就公布了13種癌症跟肥胖相關 第一個 食道癌 第二個 胃癌 第三個 大腸癌 子宮內膜癌上陣了 好多 那那個是跟肥胖絕對相關的 現在帶各位來到現場 就是我們合作社所販售的現場 台北市學校的合作社 很多不販售含糖飲料了 但出了校門 我要巧克力拿一點 人手一杯覺得小確幸 但是一天攝取量含糖已經爆表 方便人手一杯這個 有點滿可怕的 吃個全糖的飲料500cc 幾十克的糖就在裡面了 吃到我們體內 很容易就吸收到我們身體的血液裡面 他就源源不絕地給我們身體的每一顆細胞 給它原料去燃燒一樣 燃燒之後就產生了飛氣污 我們身體裡面常常講它叫做氧化壓力 這氧化的壓力就造成每一顆細胞會有點受傷 因此你可以選擇半糖或無糖防止吃進過多的糖 根據WHO建議承認一天上限糖分是6茶匙 一茶匙是4克的糖等同24克 你知道自己一天到底吃下多少糖嗎 吃生菜沙拉是很健康的飲食 但是你知道嗎 上面的沙拉一湯匙就含有一茶匙的糖 而這個慕斯甜點它這樣一個甜點可能就有含兩茶匙的糖 飲料呢沙士或者是可樂 就一杯含有10茶匙的糖 而根據統計最容易上癮的就是這個披薩 披薩上面的番茄醬一片就含有一茶匙的糖 你可以算算一天就超過6茶匙糖的上限 胰臟癌 我們常常說癌症之王最早就掛了 時間很早就進展到慕奇這樣 裡面跟糖的代謝是有關係的 多元化的料理口味受歡迎的這一項料理含糖量其實不低 喜慎的國家最多最多的是東南亞的國家 裡面的馬來西亞 將近60%是糖尿病來的 減酸滴減酸滴 酸需要一些些去提味才不會讓酸的沒辦法入口 那靠誰提味 其實靠甜 所以裡面的糖量是蠻多的 你可以有意識的不要常常吃甜酸料理 這些提醒就是因為過多的添加糖會傷害肠胃而不自知 IBD叫做發炎性的腸道疾病 就是看起來是特別有明顯的增加的情形 其實要讓細菌好的細菌長好 好的細菌長好其實要提供他們點養分 添加糖的危害不包括新鮮蔬果和牛奶所含的天然糖分 一時舉例如果吃兩個柳丁就有飽足感 但是喝柳丁汁恐怕要喝到十幾杯才會覺得飽 不同的是吃柳丁還能提供腸道好的纖維素 就是腸道理好菌最好的營養素 再舉例擺在桌上有西瓜蘋果巴勒 你知道吃哪一個對腸味道更好嗎 巴勒 蘋果 蘋果 答案是蘋果比巴勒和西瓜好 因為有豐富的纖維素 而西瓜的生糖指數高吸收近人體快 再舉例西飯白飯和提瓜飯哪個生糖指數最高呢 地瓜白飯 西飯 含極的澱粉裡面的纖維素遠遠高於西飯跟白飯 所以它餅相對的GI值就是比較低 因為它吸收速度都是比較慢的 同樣的澱粉也有聰明的吃法 生糖指數指的是一個人的血糖如何升高 對一些迷戀非常美味高度加工食物的人 有可能就患了糖上癮症 類似吸毒或酗酒的上癮模式 台灣外食人口多 要美味又要方便 業者又要均衣化和薑本求力 加進添加物的比不佳的海多 新的統計 台灣吃最多添加物食品的是這兩個地區最多 大大都以為經濟力好的 雙北的區區是最胖的 其實沒有特別胖 反而是在東部南部 反而比較虛胖一點點 含糖量的社區跟添加物的社區 跟這個肉的品質 當然都還是有差點 不過醫師提醒 只要飲食均衡 盡量吃新鮮天然的食材 並有意識降低吃進含糖食物這件事 就不用太擔心 還能在標示上辨識出來 市售飲料有標示10%的還原果汁 15%的果汁還有百分之百果汁 喝哪個比較好呢 百CC只有喝15CC是果汁 其他85CC就是水 香料 色素 添加劑 選擇果汁的時候 當然它的百分之比越高越好 巴勒汁通常我們巴勒汁很甜 但是你不知道很甜的過程當中 其實它是很酸的 因為它加了糖 然後你掩飾了它的酸 你看它的酸不亞於柳橙的酸 大概也是這個地方 二到三之間 博士說這酸大多是添加人工維他命C 但博士提醒這酸度不亞於清潔液體 不能做空腹醬直接喝果汁 不吃其他東西 甜食 甜飲料該怎麼吃的適量和健康 你都了解了嗎